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是说话的神 主啊,你在你也有色诀的恩典 主耶稣,你一直来提醒,来警告 主啊,但是我们看见,在旧约中 很多人就是不听警告,任意而行 主啊,愿我们今天会有一个柔软的心 一直的象征你是单纯的 主耶稣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熟 能够学习,来顺服你 祝福我们的讲座,阿们 好,我们来到圣经中的人物 第234篇,猎王纪28 今天我们要看亚撒王的后一半 就是他的失败 因为所罗门离弃神 神的惩罚是在他儿子的时候 把十个支派撕去 赐给他的臣子耶罗伯安 所以耶罗伯安和所罗门的儿子 罗伯安是同时在北方和南方各自作王 南方犹大国虽然是大魏的家世 也有耶路撒冷的圣殿 但是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做王十七年 犹大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因他们所犯的罪 触动他的妒忌 比他们列祖所行的一切更胜 罗伯安的儿子亚比央登基做犹大王 在耶路撒冷做王三年 但实际上他做王只有两年左右 《列王记》记载 亚比央这个名字是尊称偶像 海神为我的父 是个邪恶败偶像的王 亚比央行他父亲在他以前所犯的一切罪 历代制却称他为亚比亚 是尊称耶和华神是我父的 站在耶路撒冷敬拜耶和华的圣殿 正确立场上 在耶和华的名里 打败了人数多过一辈的耶罗伯安军队 因此从所罗门做王的二十年之后 也就是从建造完成圣殿与皇宫之后 他就因为喜爱一千个外邦飞品 甚至为他们建造偶像秋坛 到了儿子 罗伯安 孙子亚比央连续三代都是离弃神的二王 上一天信息我们看了接续亚比央做王的亚撒王 主要是从历代之中看见的亚撒带来了第一次的复兴 在亚撒做王的四十一年期间 他刚刚上任就看见耶罗伯安被神击打死了 耶罗伯安王朝到了他儿子拿达的第二年 就被巴萨杀死 串了他的胃 王朝就结束了 亚撒也看见巴萨的王位传给儿子尼拉 做以色列王才两年 就被辛利所杀 第二个王朝也结束 辛利做王只有七天 又被以色列人围攻 自焚而死 以色列国就陷入了四年的内战 亚撒也看见案例结束了内战 自立为王 第三个王朝开始 然后由他儿子亚哈做王 北国在亚撒做王期间 换了三个朝代 七个王争夺王位 两个王做王不到两年就被杀 这些王都想保有王国 就行耶罗伯安所犯 并使以色列人犯罪的罪里头 北国王朝改换 正应验了神界的生严者 亚西亚的咒诅 耶和华必击打以色列人 使他们摇动 像水中的芦苇一般 神的话是轻慢不得的 虽然有严厉的审判 但这些恶王都顽梗刚硬 不愿悔改 在北国改朝换代 动荡的大环境之下 使得亚撒在刚刚做王的时候 像他列祖大卫一样 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亚撒凭着信心 依靠耶和华神 打败了古诗人 谢拉的百万军兵 又借着生严者 亚撒利亚的鼓励 你们若顺从耶和华 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 你们若寻求他 他必被你们寻见 你们若离弃他 他必离弃你们 你们要刚强不要手软 因你们所行的必得赏赐 再加上许多以色列人 归降亚撒 这些是讲到北方的以色列人 因为他们看见 耶和华他的神与亚撒同在 他们就重新立约 专心的寻求耶和华 亚撒从犹大地 除去软童 又除掉他列祖所造的一切偶像 并且废了他祖母 马家太后的位 因为他为亚瑟拉造了可证的像 亚撒砍下他所造可证的像 烧在吉伦西边 亚撒年幼登基 大权掌握在太后 马家的手中 直到因信靠神 打赢了古时人谢拉 又得到生严则的鼓励 并百姓的重新立约的加强 在他执政15年之后 才敢废了他祖母 马家太后的位 彻底根除了这个拜偶像的源头 这种敢于大义灭轻的行动 表明了亚撒改革的彻底 并借机给拜偶像的百姓 操响了警钟 如果亚撒的故事到此结束 他的一生可算是都存全的向着耶和华 然而在主耶稣还没有成功救赎之前 旧约时代就是曝露亚当的后裔 都是堕落在罪恶之中 无法自拔的光景 圣经说没有一人 连一个也没有 没有寻求神的 今天我们要接着来看 亚撒晚年的失败 这一段的历史主要是记载在 历代之下16章 王上15章32节 亚撒和以色列王巴萨在世的日子 他们之间常有征战 王上15章 犹大王亚撒第三年 巴萨在德萨登基 做全以色列的王共24年 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行耶罗伯安所行的道路 行在他使以色列人犯罪的那罪中 耶罗伯安王朝虽然灭亡了 但是他所发明的新宗教 却留了下来 因为有利于北国诸王 巩固自己的统治 神的子民也就一直落在 拜偶像的分裂当中 行耶罗伯安所行的道路 行在他使以色列人犯罪的那罪中 这句话从此就成为 对所有北国诸王的评价 北国以色列的每一个王 都接续耶罗伯安的罪 都为着自己私人的利益 却离神越来越远 虽然人如果来到圣殿敬拜神 不一定会亲近神 但是离弃了圣殿 去敬拜金流毒肯定是会离弃神的 同样只是参加教会敬拜的信徒 未必会爱主 但是人如果不肯活在教会生活当中 蒙主的保守 不肯放下自己想象中的金流毒 必然会离真神越来越远 巴萨杀了耶罗伯安的全家 建立了北国的第二个王朝 在巴萨的统治期间 正式以德萨为首都 继续耶罗伯安的金流毒敬拜 而且变本加厉的阻止北方百姓 归向耶路撒冷的圣殿 并为此与犹大征战 今天我们要来看一场 发生在犹大王亚萨 和以色列王巴萨之间的一场冲突 历代之下十六章第一节 亚萨做王第三十六年 以色列王巴萨上来攻击犹大 修卒拉玛 不许人从犹大王亚萨那里出入 亚萨做王第三十六年 这里可能是指南国犹大的第三十六年 也就是亚萨执政的第十六年 因为巴萨死于犹大王亚萨二十六年 不可能在亚萨第三十六年 巴萨还能够上来攻击犹大 亚萨执政的第十年 靠神战胜的古时大军 就壮起胆来 在犹大变亚敏全帝 并以法年三帝所夺的各城 将可证之物尽都除掉 结果就有许多以色列人归降亚萨 因为看见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 历史历代以来一直有真心寻求耶和华的人 他们愿意撇下属世的产业 看清属地的福乐 就是要来亲近神 他们都在神的面前蒙纪念 然而属世的君王 宗教的领袖 为了自己的利益 也如巴萨一样多方拦阻 这些寻求神的人前往神所拣选的地方 这也是一场看不见的属灵征战 巴萨在得到以色列国的王位之后 为了巩固自己的王国 就动手要阻止百姓归顺在耶路撒冷的亚萨王 在亚萨执政的第16年占领了拉玛 控制犹大与以色列的边境 也作为威胁耶路撒冷的基地 拉玛是神分给汴亚敏之派的成义 位于耶路撒冷北方只有六公里 拉玛是沙摩尔的家乡 也是他福事时候的中心 巴萨作王之后 为了和南方犹大国争战 已经和东北方大马社的亚兰王 辩哈达有了盟约 故不侵犯 他以为如此就可以全力来对付犹大国 哪知亚兰是不可靠的 历代字16章2到3节 于是亚萨从耶和华殿和王宫的府库里 拿出金银来 送给驻大马社的亚兰王辩哈达说 你父亲与我父亲立约 我也与你立约 现在我将金银送给你 你去废掉你与以色列王巴萨所立的约 使他离开我 过去古诗人谢拉率领 军兵一百万 战车三百辆出来攻击犹大人 那个时候 亚萨的信心坚定 姑求耶和华他的神说 耶和华 我们或是有能 或是无力 除你以外 没有谁能帮助我们 耶和华 我们的神 求你帮助我们 因为我们信靠你 在你的名里 来攻击这军众 耶和华 你是我们的神 不要让人胜过你 因为亚萨 那时候的信心 还有信靠神 耶和华就打败了强大的敌军 可是这个时候 北国的巴萨 只是在边界拉马 修筑防御 想阻止百姓 南下归顺亚萨 并没有实际出兵攻击南国 仅仅是一个威胁 确令亚萨的信心完全失去 还拿圣殿中的金银宝物 去求亚南王变哈达 这简直是令人不可失忆 我多次读到这个地方 都是不晓得 这么好的一个王亚萨 居然会撇去信心 做出这样的事情出来 我多次祷告 主给我看见 这就如同彼得 看见耶稣走在海浪 汹涌的水上 请主让他也能够 从水上到主那里去 主说来吧 彼得就从船上下去 在水上向耶稣走去 但是当他眼睛不看主 看着海浪就害怕 也就要沉去了 我们的眼睛什么时候 不一直的注视在主的身上 我们信心很快就会失去 环境会叫我们的信心 一下子就走偏了 所以西伯来书说 我们要忘断以至于耶稣 然后保罗也一直说 我们要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 我们把帕子出去 就是环境出去 让我们可以观看并反造主 这一次是神子民之间的冲突 巴萨不愿意失去他的人民 亚萨希望得到更多归顺的人民 双方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他们都不是为了神的权益 所以当亚萨没有仰望神 而是注意自己的利益 就失去了信心 去求人的帮助了 只有耶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 与成中者 我们需要随时忘断以至于耶稣 当我们只顾自己的利益 不是为了神的权益时 我们的心就不单纯 良心就有亏欠 也就没有信心到神的面前去求问神 该如何面对当前的难处 今天在基督教里 也有许多不同的团体 各自为了维护既得利益 指责别人偷养 却不在主面前反省 看见自己的缺失 也完全不顾基督身体的合一 为此保罗劝勉信徒 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先信 总要彼此容忍 彼此饶恕 主怎样饶恕了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 又要让基督的平安 在你们心里做仲裁 你们在一个身体里蒙招 也是为了这平安且要感恩 保罗也指责 哥林多造会里 信徒之间的诉讼 你们中间有人 与别人起了相争的事 怎么敢在不义的人面前 而不是在圣徒面前来求审呢 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事件吗 你们尽是弟兄与弟兄告状 而且告在不信的人面前 你们彼此征受 这已经全然是你们的失败了 为什么不宁愿受冤枉 为什么不宁愿被亏负呢 其实辩哈达与巴萨之间 早已经有合约在先了 因此为了要收买辩哈达 废弃与巴萨的条件 的条约帮助自己解除难处 亚萨显然需要拿出许多财物 去贿赂辩哈达 于是亚萨就从耶和华殿里 拿出金银 这么做等于是废弃了之前 对神的奉献 由解除与神的盟约 去建立与敌人 变哈达的盟约之意 亚萨为了他自己的政治目的 居然挪用圣殿里 已经分别为圣 献给神的金银器 那是对神非常不敬的行为 亚萨重看得着人的帮助 比依靠佛神更大 更可靠 更好用 我们遇见的难处 为了自己个人的利益 是否也舍弃了跟随神 去寻求人的帮助呢 变哈达听从亚萨王的话 派他的军长去攻击 以色列的诚意 他们就攻破 以云 但 亚伯马英 和拿福他利 一切的击货城 巴萨听见了 就停攻 不休族拉玛了 变哈达攻破了 北国的 以云 弹 亚伯 马英 和拿福他利 一切的击货城 这些都是在 加利利海的北方 靠近亚兰的边界 变哈达在 亚萨 贿赂之下 不顾与巴萨 所立的盟约 以唯卫 救赵的方式 向以色列北部 发动攻击 使得巴萨 不得不 从拉玛 撤军 因为北国 以色列的兵力 这个时候 都集中在南方 拉玛附近 亚兰王 趁机攻破了 北方 原先是为了 拦阻 北国百姓 归降 南国的巴萨 不得不 停止 修建拉玛城 带兵北上 去抵挡 变哈达的军队 这就帮 亚萨 解了危机 亚兰王 可以为了 亚萨的经营 破坏 他与巴萨的盟约 去攻击巴萨 这种人 实在是不可靠 尤其是 敌人 亚萨 买通 亚兰王 的确取得了 一时的成功 使北王 巴萨的军队 退兵 但是这件事情 开启了一个破口 到了后来 亚兰 反而成了 他的敌人 他不得不 常年与 亚兰 来对战 亚萨 以依靠人为中心 偏离 信靠神 起初 也许 暂时见效 但最终 将走向 灭亡 于是 亚萨王 带领 犹大众人 将巴萨 修竹 拉玛 所用的石头 木头 都运走 用以修竹 加巴 和米 十八 亚萨 看见他 贿赂 亚兰王 去攻打 以色列的北方 使得巴萨 撤军 这条妙计 果然生效 就将巴萨 修竹 拉玛 所用的 石头 木头 都运走 用来 修竹 加巴 和米 十八 加巴 和米十八 是位于 拉玛 的 北面 巴萨 退兵之后 亚萨 利用 巴萨 留下的 建筑材料 修竹 米十八 和加巴 把南国的 边界 向北 推移到 天然 屏障的 一处 峡谷 亚萨 失智 拿圣殿中的 金银 换得了 一时的平安 也得到了 更多的 疆界 他完全 以自我 为中心 没有顾到 耶和华 神会 怎么样 来看他 人离弃了 神 就不把神 看在眼里了 我们离弃神 寻求人的帮助 也似乎会得着 必实的利益 但这就是 我们的失败了 当亚萨 正在为他的 锦囊 帽记 暗自 得意的时候 神猜浅了 一位 声言者 来指责 并且 警告他 地带之下 十六章 那时 先见 哈纳尼 来见 犹大王 亚萨 对他说 因你 倚靠 亚兰王 没有倚靠 耶和华 你的神 所以 亚兰王的军兵 逃脱了 你的手 古时人 路比人的军队 不是盛大吗 战车马兵 不是极多吗 只因为你 依靠 耶和华 他便将他们 交在你手里 战争的 胜负 完全是靠着 神的 耶和华的眼目 便查全地 要加强那些 心中存全 向着他的人 你这是 行的愚昧 此后 你必有 争战的事了 先见 是旧约时代的 生严者的 另一个称呼 萨木尔 原先 也是被人 称为 先见 哈纳尼 这个字意 是 蛮有 恩典的 耶和华神 在亚撒 离弃他的时候 还蛮有 恩典的 拆来了 一位先见 哈纳尼 用恩典的话 来提醒他 耶和华的眼目 便查全地 要加强那些 心中存全 向着他的人 并且责备他 你这是 行的愚昧 此后 你必有 征战的事 以日后的 征战 来警告他 如果亚撒 这个时候悔改 心中 存全 向着神 仍然会得到 神的眷顾 可惜 恩典指责的话 却刺伤了 亚撒的自我 以往的复兴 使他骄傲 忠言逆耳 不愿意悔改 很有意思的 这里明明是 亚撒 贵落亚兰王 攻打 以色列北方 叫以色列王巴萨 撤军 但是先见 哈纳尼没有说 亚撒脱离 以色列的手 而是说 亚兰王的军兵 逃脱了 亚撒的手 这是以神的眼光 来说预言的 实际上 本来弱小的亚兰 逃脱了 亚撒的手 将来也不会 臣服于 大魏王朝 以至 以后 你必有 征战的事了 亚兰王 自从 被大魏 打败之后 一直在 寻求机会 重新崛起 现在 亚撒 主动的 送上金银 壮大了 他们的力量 北国 又忙于内战 透露了 空虚的北方 这两样 都给亚兰的 崛起 提供了 最好的机会 因此 亚兰王的军兵 逃脱了 亚撒的手 成为南北两国 长旗的对手 一直搅扰神的百姓 甚至到 巴比伦 灭南国 犹大的时候 亚兰人 也是帮凶之一 先见 哈纳尼 责备亚撒 这是 行的 愚昧 与以前 亚撒 利亚 给他的勉励 成为了 强烈的对比 先见 哈纳尼 指出 这件事的影响 第一 这件事 曝露出 亚撒 没有专心 一意的 依靠神 这是他 最大的失败 第二 亚兰 向来受 以色列人的 统治 在这件事上 因为得到 亚撒 在经济上 军事上 和政治上的 支持和强大 要成为后患 第三 这种借外面敌人 来解决危机的 做法 必定会让 视为的其他敌人 看到犹大 因为离弃 耶和华神 而有的懦弱 干戈必由此而生 后患无穷 必有征战的事 亚撒借助 敌人的手段 虽然方便快捷 不战而胜 实际上却是 喜迎的愚昧 失去了神的帮助 此后 必有征战的事 亚撒执政 初期的太平 都是因为依靠神 得蒙神的保守 当人依靠自己 不依靠神 神的保守 撤除了之后 战争也就必定 随之而来了 我们如果不肯心存诚实的 仰赖神 而是依靠人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常常也是饮症止渴 虽然投机取巧的解决了一个问题 却导致了新的问题 虽然暂时摆脱了一个难处 却会陷入更多的难处 亚撒因此恼恨先见 向他发怒 将他囚在监里 上了枷锁 那时 亚撒也虐待一些人民 很显然 先见哈纳尼的责备 惹怒了亚撒王 因为他的尊严受损 自我受了伤 在愤怒中就把哈纳尼 关了起来 还上了枷锁 亚撒不因先见 是神在恩典中拆来的 要他能够知罪而悔改 反而要维护他的自我 就加罪于先见 将他囚在监里上了枷锁 一反他原来近前的作风 亚撒这时候变得自大狂傲 这是来自因为他与 变哈达结盟 驱逐以色列军队 取得了成功了 堕落的亚当后裔 只要一成功 就很容易落入 忠言逆耳的骄傲中 自我就膨胀起来 就利用神给他做王的权势 不仅囚禁的先见 还虐待一些人民 这些人民可能也是赞同 先见所说的话 就遭到亚撒的虐待 虐待是有大大逼迫之意 亚撒从前寻求神 信靠神 满了得胜和复兴的经历 这个时候却一反常态 恼恨先见 向他发怒 将他囚在监里 上了枷锁 这不是因为他变了 而是他堕落肉体的本相 就是如此 他可以听得尽 声言者亚撒利亚鼓励的话 却听不尽先见 他拿你指责的话 这对我们是一个非常需要的提醒 如果我们只喜欢听赞美 恭维的话 却听不尽公义 劝勉指责的话 那就已经离主有些距离了 要赶快认罪悔改 投奔于主耶稣 归回主 今天许多人其实也是和亚撒一样 在听话上是有选择性的 爱听的就当作是从主来的话 不爱听的就当作不是从主来的 而是惹怒己的话 所以自以为站得稳的 要谨慎 免得跌倒 尤其是自以为属灵 自以为熟悉圣经 自以为有些成就的人 就如同亚撒 更容易只爱听称许肯定的话 不爱听否定纠正的话 所以神允许亚撒晚节不保 并且写在经上 正是为警戒 我们这身在诸世代终局的人 亚撒王作王第39年 脚患了病 而且慎重 然而他即使在病中 也没有寻求耶和华 只寻求医生 亚撒作王41年而死 与他列祖同岁 历代志记载 亚撒脚患了重病的事 是在他拿圣殿的宝物 去贿赂亚兰王 又被仙剑责备 他发怒囚禁仙剑 并虐待人民之后 很显然的 历代志的作者 把这几件事连在一起 指出他的脚患病 是因为他先离弃了 耶和华神 依靠人的计谋 而不是依靠神 所以他患了病 只寻求医生 才是靠人的方法 而没有寻求耶和华 找医生表示 是使用人的手段 医术或医药本身没有不对 因为神将他作为补片恩惠 赐给了人 保罗为了医治提摩泰的胃病 还劝他用少量的酒 保罗外出传道的时候 也有医生路加陪同 照顾保罗和同工们的身体 因此这里特地指出亚撒的患病 并不是求医行为本身不对 而是因为他没有依赖医治的神 而是完全依赖了人的方法 当以色列人过了红海 到了玛纳 那里的水苦 百姓就抱怨 摩西呼求耶和华 耶和华只是他一棵树 他把树丢在水里 水就变甜了 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 在那里试验他们 又说 你如果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 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 我就不将所加以埃及人的疾病 加在你身上 因为我是医治你的耶和华 我们要认识 耶和华才是医治的源头 我们不找他 还找谁呢 亚撒即使在病中 也没有寻求耶和华 只寻求医生 暗示亚撒是跟神赌气 因为亚撒可以求神 也求医生 但是他只靠寻求医生的医治 不愿意寻求神 我们这个人实在是很难搞 这就跟先见的指责是一致了 因为你依靠亚兰王 没有依靠耶和华 你的神 在历代字下14到16章的记载 我们可以看见 作者以两个完全相对的对比 来写这段事情 首先 亚撒早期是寻求神 仰赖神 神就赐他平安 重点是他依靠神 然后第二件事情是 亚撒早期顺服生严者 勉励的话 这是因为他顺服神 第三件 亚撒早期与神立约 清除偶像 遵行神的旨意 可实际 事情就从这里开始变化了 而且是有相对的事发生 亚撒的后期 是与人立约了 这就与神立约 是相反的 像镜子照过来 他只看环境 不看神 而依靠人了 然后亚撒的后期 拒绝生严者指责的话 他前面跟他相对的是 早期是顺服生严者勉励的话 他一被指责 自我就受伤了 然后亚撒的后期是依靠人 不寻求神 不仰赖神 不得一致 这就是跟他早期的第一件事情 是完全的相对 圣经在这里 把亚撒的医生 用这六件事 做了一个强烈的对比 在圣经中 我们可以找出 生病有四种可能的原因 第一 生病是我们违反的神 所造天然的律 例如 有人喜欢吃糖 却不刷牙 得了蛀牙 那个是因为违反的天然的律 当天气冷了 不穿衣服 感冒了 那也是违反的神所造的律 第二 生病是因为犯了罪 得罪了神 人在没有犯罪之前 是不会生病 人在犯罪之后 才开始生病 所以疾病和死亡一样 是从罪恶来的 因亚当一人犯了罪 罪和死就进入了世界 死如何因为罪临到众人 照样疾病也是因的罪 就临到众人 所以第二个原因 是犯了罪与神出了问题了 亚撒的搅患病 就是因为不信靠神犯了罪 他和生命的神出了问题 第三 生病是出于撒旦的攻击 这个可以在约伯的身上看见 是出于撒旦的攻击 第四 生病没有任何的原因 只是为了神的荣耀 叫神的儿子借此得荣耀 这个就在拉撒路的身上 可以看见 而且主耶稣就是说这句话的 我们生了病不要学亚撒 只求看医生 却不求问主 我们要求问主 有什么罪是我们不知道 还没有认的 然后谦卑的认罪悔改 求主来医治 亚撒在年幼的时候清除了许多偶像 这些都是他身外的偶像 却无法清除他自己心中的大偶像 就是他里面的疑 这使他晚年大大的失败 我们在神圣生命成长中 不仅需要我们了结以往 清除偶像 也需要奉献对付罪 对付己的骄傲 能够接受矫正指责 我们不要满意于过去的成功 要一直邻里贫穷 清心寻求主 愿主恩待我们 不叫我们自满 要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向着标杆 竭力追求 阿们 好 我今天的交通就停在这里